好 同样是惊险场面就发生在昨天下午 中恒公路台八线100公里处 发生了乡行车翻车的意外 这是一家三口开乡行车到离山游玩 疑似是因为爸爸开车打瞌睡 导致整辆车是冲出了护栏 还翻落200公尺深的山谷 夫妻当场惨死 而男童重伤送医 急救之后虽然恢复了意识 还是没有脱离险境 救难人员利用绳索下到200公尺深的山谷 展开搜救 发现一对夫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救难人员将遗体装入尸袋 固定在长臂板上 以人力接驳的方式抬上路面 放放放放 当时这辆乡行车直接冲破护栏 几乎是用飞的翻落山谷 车上夫妻被甩出车外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两岁的儿子被卡在树木和树丛间 头部淤青 全身多处挫伤 被紧急送医 不过惊吓过度 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 死者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 他住台中太平区 平时在山区种枇杷 得过大大小小的奖 家中还堆满不少小朋友的玩具 朋友说死者老年得子 因此堆小孩疼爱有加 但现在却一次打瞌睡 导致翻车 一家三口从此天人永隔